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先生现在两个脚有一个很能动 还有一个很难动 对 你的先生是意外的事情造成了他的精神上受到创伤 还有生理上受到创伤 他才这样做轮椅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念经 现在我告诉你 他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 踩在他的右面的腿上 所以他的右腿这里非常的不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小房子先念三百六十章 好吗 放生要好好地放 放生先要放五千条鱼 你先生呢比较节约 但是也要放 好吗 好 我都知道你们两个人要好好地放开自己 你是很老实 因为你先生的过去的确脑子太活了 所以他的确有很多的业障 你要彻底地改 你如果不跟菩萨说忏悔的话 你站不起来 你要好好念忏悔文 我会让你站起来 好吧 他现在精神上 就是脑神经啊 也受到创伤 是左面大脑影响到他的左手 右面大脑影响他的左手 所以他现在的左手不大能动 对 而且他的血管上不了大脑 所以他经常昏睡 好像睡不醒一样的 听得懂吗 对 他还是有救的 实际上他是属于 现在我看他很多脑神经 全部血管堵塞了 所以通不了 通不了的话呢 你赶快叫他吃单身片 吃单身片 然后呢要给他念经 小房子我已经刚刚跟你讲了 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你们要许愿 永远不要再杀生 吃活的东西了 而且要最好能吃素 亚加达法会 我们从亚加达法会 我们更了解心灵法 因为我以前我是天土照的 从亚加达法会过后 我们就开始吃全素了 很好很好 吃全素 以前31号1月 我们有打进问答的时候 师傅有开释过 至少又放生两万条鱼 我们已经学院两万条鱼 我们慢慢放 已经放到九千多了 到九千多了 我是小房子 很好 很快 先生大概我估计 如果像这么再好好念的话 还有八个月 就开始叫他锻炼锻炼 他应该就能慢慢地站起来了 好吧 那是要叫他念礼佛 彻底念礼佛 一天他念功课五遍 心经大悲咒 礼佛都要念 礼佛要念五遍 好吗 他身上有一个男的 过世的一个年纪大的人 在他身上 是他过去可能 人家帮了他很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叮嘱他 可能是他害过人家 或者把人家忘记了 你明白吗 他很不满意 现在他找他 也在他身上告他 一个男的 你应该有做梦 做到有人追你的 噩梦 你耳朵听得见的 但是你只是讲话不太方便 但是台长问你 你做噩梦有没有 你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 就是做那种很害怕的梦 有吗 他说什么 不记得 不记得是吧 这个人年纪不大 大概看上去像六十多岁 人个子不高 个子不高 头圆圆的 踢个小平顶头 就在他身上 明白了吗 所以要把他赶快念走 不念走的话 他还会弄他 现在他弄他什么 你知道吗 弄他泌尿系统 所以他小便很多 又尿不干净 你问他对不对 所以做人不要去做错事情 不要去害人 我们做人要凭良心做 好好地做 就会好了 你们好好地努力 我刚才已经讲了 八个月之后 如果你们这么做下去 很快会有好的现象就出来了 好不好 好 师父 师父是因为这个 他 增病是开始我们动土 我们 帮我们妈妈建家里 建屋子 开始的 家里有老人吗 当时你们动土的时候 家里有老人吗 它的 不是 不一样的地 是一个 新的地 记住了 动土 如果去挖一个地方 很容易把鬼惹鬼的 鬼就会上升 因为那次的时候 他是他 他事迹 图是他事迹 我是在供底 我看看 是不是他的问题 是啊 可能这个男的就是这个鬼 是的 他 我告诉你 他为这个设计赚了很多钱 听得懂吗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他的右脚 应该能 能动 能动一点 他的左脚不能动 你右脚抬起来一点点 一点点 你看见吗 看见 好 看见吗 好 好 现在我加持一下 你的左脚 你可能就可以 抬起来一点点 好 好 放下 看看 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就可以动了呀 只要筋末 我已经帮他数通了 所以他很快就能动 要吃单身片 吃了没有 一天要吃三顿 赶紧吃 时间太长的话 他的心血管会堵塞 脑血管也会堵塞的 影响他的智商 现在还可以 赶紧吃单身片 听师父的话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之前我们已经烧了两百张小房子 请师父看 收到 都收到了 都收到 太少了 两百张太少了 好吧 要叫他自己念 好得更快 每天要梳头 好吧 你叫他梳头 好吧 每天梳三十次 因为以前在建造制教的时候 我还是天土教 所以我爸爸一样帮忙 我知道 你整天帮他祷告 我都看见 你每天帮他祷告 你还叫过 像一个主持 像神父一样的人 帮他在求 这都没关系的 现在一样 我经常讲 医生都是一样 对不对 反正自己喜欢哪个医生 就找哪个医生 好好地帮他 因为很快就会好了 菩萨在天上都不分的 都是很好的 听得懂吗 我们已经是佛台了 你能不能求求南京菩萨了 这个事情 有 我已经求了 你会做梦做到南京菩萨的 是因为我需要求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你就说 南京菩萨 我过去信天主教 现在我信佛教了 请南京菩萨帮我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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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地 帮我加持一下 他会知道 他会知道 怎么去做的 好吧 你就不会有问题了 好 恩赐 谢谢